原來你是我最想瞄準的幸運 電影《我的少女時代》 台灣票房終於突破4億 工作滿檔的主角演員群也終於聚首 目前正在香港進行電影首映宣傳 其中男主角王大陸電影包紅後 一舉一動都受到矚目 他在演藝圈熬了7年 拍過不少廣告、MV和電影 直到演了徐泰宇才真正打開知名度 但負面消息也一個接著一個來 除了不說迷離的感情世界 現在大家更關心王大陸的課業問題 雖然他已就讀家一某管理學院兩年 但近來工作量暴增 是否能把學分修完如期畢業 王大陸接受媒體訪問時語帶遲疑 回答應該上得完吧 但網友質疑他是否有按照程序 向學校請假或是事後補課 到時候若因為學分修不完而言必 又有逃兵的嫌疑 嚴格的網友們可不會這麼輕易放過往大陸的 YES娛樂新聞中心整理報導